如何在疫情防控不放松的前提下 有序组织企业复工复产 最近各地纷纷出台举措 帮助企业有序高效复工复产 北京CBD中央商务区 有众多重点企业入驻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目前已经有约5万家企业陆续复工 占到企业总数的9成以上 结合区域的特点 我们出台了18条措施 包括设立专项资金 减免中小企业房租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延缓社保费的缴纳 以及加大金融支持等各个方面的政策 保障企业能够开工复工 在上海各级政府部门 精准助力企业复工生产 一家消毒洗手液生产企业 因为关键原材料断货 即将面临停产 税务局利用发票大数据匹配的方法 锁定了一家供应商 解决了燃眉之急 我们也是突破常规 充分发挥了我们税收数据的一个优势 下一步我们也将 就是说为了更大规模的 推动更多的企业顺利复工 继续做出我们的贡献 广东省佛山市是制造业大市 全市有超过320万产业工人 佛山市从多方面入手 相继出台措施 协助企业复工复产 动态是必须随时跟进 他们的返港时间必须等公司通知 包括它的整个返程的这个细节上 一定要留有清晰的一个记录 截至目前 佛山全市已复工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达到4717家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6成 浙江在做好疫情防控情况下 推出多项服务 保障企业正常复工 为应对企业生产出现的用电需求 供电部门推出20项举措 我们供电部门是开启了绿色通道 然后简化流程 主动上门到职业去确保他们的安全用电 四川市劳务输出大省 在外务工人员超过1000万人 17号 四川首趟铁路定制务工人员返程专列 G4391次从成都东站始发开往杭州 为减少疫情传播的风险 成都东站开辟了绿色通道 15台设备同时开展体温检测 G4391次列车还采取相关措施 确保750多人在16节车厢能够分散乘坐